中国外交部周二4月27日表示 已就日本的年度外交报告蓝皮书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 该报告对中国的军事能力和海上活动表示严重关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国敦促日本纠正其错误 并以具体行动建立两国之间的稳定关系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活动 是依法行使本国的固有权利 涉港涉江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日本新版外交蓝皮书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 对中国恶意攻击抹黑 无理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以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我们敦促日方纠正错误做法 真正把构筑稳定对华关系的表态 落到实际行动上 此外日本蓝皮书介绍了4月 日本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的首脑会谈 强调成果称就继续加强日美同盟达成了共识 但蓝皮书并未提到写入日美联合声明的所谓 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